由今日開始 在全港所有地區 如果有大廈新增一宗或者以上 未能夠確定感染源頭的確診個案 或者污水樣本的檢測成陽性 顯示可能存有感染的風險 軍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局 為了迅速在源頭倒置社區傳播 政府在未來十天 即是由今日起到2月10日 即是年十九 我們會更加廣泛 更加頻密地針對個案較多 樓宇質素欠佳 或者是區域或污水樣本 是檢測成陽性的 顯示可能存在感染風險的大廈 進行更多的限制與檢測的宣告行動 直至到年十九 視乎疫情的需要 政府預期這段期間 有機會每日在全港不同的地區 同時進行與北國和觀光 受限區域行動規模相約的限制 以及檢測宣告行動 我們亦會加強工作場所的強制檢測 現在如果衛生防護中心 認為某工作場所 例如建築地盤出現群組爆發 除了要求這個場所需要停工消毒之外 亦都會針對場所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 要求與確診個案同一工作的人士進行檢測 由今天開始 我們會降低工作場所的檢測官 如果某一個工作場所 出現兩宗或以上的確診個案 就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等一下 請給我安手 一個才能的努力 請給我安心 請給我安心 希望每天到家 請客 請給我安心 請求您 只可 請教會